大家好,我是阿姨在越南 昨天香草失联了 通过中介终于找到她新的柱子 今天我再次鼓足了勇气去找她 现在呢,我和娃娃与约准备呢 去那个香草新的家 然后我们叫了一个车 娃娃,咱们先去市场买点东西 然后再去她家 兄弟们,然后呢,现在我们已经到市场了 也不知道买点什么礼物呢,送给香草 她能喜欢 我们现在呢,在这个越南街头 发现了一个水果店 这就是越南的水果店 大部分呢,都是热带水果 香草,你感觉买点什么礼物呢,比较适合 你借我香草了 我现在满脑子都香草 娃娃,你感觉买点什么礼物 送给香草比较合适 香草,我觉得她比较喜欢西瓜 西瓜,就一直买点水果,买点西瓜 为什么呢 对了,我们上次去她老家 然后阿姨准备了好几个西瓜 说香草,不吃其他水果 就喜欢吃西瓜 对 那就问一下这个越南老板娘 西瓜怎么卖 有好多年,我给你准备 一万八一公斤 一万八一公斤 相当于是三块六 嗯 一公斤 买一个吧 挑个最甜的老板娘 挑个熟透的,然后最甜的 这是这个水果店铺的老板娘 老板撑好了吗 一公三千 帮牛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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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万三 五万三是吗 给她一个十万了 让她找吧 没有零钱 嗯 老板 一定要给我挑一个最甜 最好吃的瓜 因为我女朋友不甜不吃的 如果好吃,以后就在你家买瓜了 如果我没有吃的,我只要买了 确定饱甜吗 她还记得你了 她说你以前来过她买葡萄了 还记得我呢 对 那你这西瓜饱甜吗 因为家买的有好多钱 不甜不要钱 我好多了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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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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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相信你了 她说一堆 我也不知道她说的是啥 肯定就是说我这个瓜肯定很甜 看到没有这割开的都已经很红了 是那个意思吗 走吧 那我们在这个马路啊 看到了一个花店 我决定给香草送一本花 因为香草呢 从小呢 就生活在这个花的海洋里 他爸爸就是种花的 所以说他特别喜欢花 我相信呢 送他一本花 他肯定会喜欢的 然后问一下老板 这个花都是怎么卖的 各位 这块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那个意思呢 这些财值呢 这些财值是财值 他们说了财值 他们叫财值 财值的 财值的 有没有爱情象征的 有这样的 我想要给人的财值 不第五花 比较适合 他们说财值的 财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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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步步高僧的意思 高才的 然后呢这个是爱情象征的对吗 这个是多少钱 问一下老板 15万 打包带走 刚才呢阿姨给我们选择了一款花 说这款花呢是代表爱情的 所以说呢 就买了一份这个花 一共是15万越南分 给我们找完钱 直接去香草一下 把零钱拿好 香草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香草 走吧 到市场呢 然后买了一点小礼物 买了一个西瓜 然后买了一个花 我对她的性格了解呢 她更是喜欢舒展自己的心情 更喜欢浪漫 所以说呢 我由衷呢 随着她的性格 慢慢适应浪漫是什么 然后呢 也不知道今天去到她家 结果怎么样 但是呢 我非常的诚恳 我希望呢 她能看到我的诚意 这一路走过来 我俩的感情虽说很坎坷 但是我坚信 只要坚持 只要努力 她早晚有一天 冰冷的心 会被我捂化了 兄弟们 我们现在到这个香草的楼下了 你们发现这个环境是不是很熟悉 往这个路口看一看 那个路口呢 就是我以前住的地方 我的老家 我刚从这个地方搬走 我也不知道香草什么时候搬过来的 可能说这里面都有她自己的想法 有她自己的骨折 她其实搬过来之前 我还没搬走 通过昨天房屋中介给我的这个地址 我当时我就梦去了 这不是我以前的家吗 所以说 香草的幸福呢 是一个不愿意和别人分享 那这样的一个幸福 做什么事情呢 都有自己的主意 正是因为这样 所有的细节 我感觉香草内心深处 她是比较爱我 是不是吧 说到 她如果要不爱我的话 她能搬到我这附近住吗 虽然没有跟我居住在一起 我经常要求她和我同居 但是她没有同意 但是呢 她默默的做的这些 虽然没有告诉我 对 她可能说想在最近的距离 观察着我 对对 现在呢 我们在她家楼下 她把我电话拉黑了 微信也拉黑了 娃娃鱼电话还没拉黑 但是她打电话不接 白云哥 香草不接电话 我们上不去怎么办 今天来了就没打算回去 她要是不接电话 不见我 我就一直在这里等她 等到她见我一次 白云哥 比如说你真的按香草 你要把你的诚意表现出来 只要香草能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那你敢把你对香草的爱大声呢 喊出来吗 让附近人都听到 香草 我爱你 你这整理还不够啊 你喊的是中文 这附近都是越南人的 你在越南你还说爱你的方式 就应该永远来话说出来的啊 香草 爱有爱母 香草 蛤 她 她出现了 下来 下来 我在这里等你 要再等你 她在这里等我 我爱你 你还抬车 我下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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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俊库 这俊库 你们终于折车他 现在啊 你终于折车他 现在你负车他 你跟着我 你对我对我 你丢人了 我丢人了 我也是想去你那才是我最大的舒適 我 Simpson又摸什么呢 还, neurot pegar我 só confidence 他便摸一点 你不行吧 通常其实它不重要 我都是生存的 但我要追求我老婆 我不想失去你 老婆以前我只顧虑我自己的感受 没有顧虑到你的感受 因为我的自信快点把你弄丢了 老婆您知道吗 这两天我给你发消息 你没有任何的信息 我感觉我的生活都已经窒息了 在我的生活里真的不能没有你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再给我一次机会 嗯 他说在这里有很多人 我真的别在这里出了 先进去他家 你我我 我 对 安妮呢 因为安妮呢 她是从这里面对到我 她说你们那个人 那个书界的生活都不一样的 所以本时候你还找到了 跟你合作的一个女孩 通过这件事情上也能体现出来 我身上有很多的缺点 我可以为了你而去改变的 不是为了你 为了我自己而改变 我知道我错了 通过这件事 他知道我差了 他可能是因为你 我改变 可能是因为我改变 我的性格比较急 于是呢 急于求诚 如今我知道我这么逼迫你 是我的不对 我跟你说对不起 我都可以改变 我都可以改变 我还是不奢卖你 只希望呢 你能在我的生活当中 看到你就好了 我认识你会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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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书家的生活都不一样的 所以分手后你会找到了跟你合手的一个女孩 他说你不要打扰他了 他说很想我 你就这么对我吗 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别让我走好吗 小草你开门 小草 大英姑 我觉得我们先回去吧 等他冷静 然后再说 现在 回去吧 兄弟们 这西瓜碎一粒 我的心呢 也跟着碎一粒 你们说如果你们在生活当中遇到香草这种女孩 怎么样 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才能把她的心给修复呢 我现在真的是很迷茫 感谢观看